最近MQ-9无人机在黑海坠落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 死神坠落之后美国一直表示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 不会丢失敏感情报 但俄罗斯不信呢 拼命打捞MQ-9的残骸 想获取美国无人机的技术 用来升级自家的猎户座 这就有一个问题 俄罗斯最新的猎户座无人机与美国的MQ-9哪个更强 或者说差在哪里 MQ-9无人机是美国空军的老将了 在阿富汗 伊拉克 叙利亚等地方 都有MQ-9曾经流下的汗水 作战经验相当丰富 而猎户座是俄罗斯第一个查打一体无人机 可以算是俄罗斯最新最强的攻击型无人机 MQ-9对比俄罗斯的新秀也不算欺负小朋友 只是就俄罗斯的无人机技术 霍利军总觉得它不行 猎户座无人机 是卡朗斯塔德公司研发的 算是第一款由俄罗斯开发 并且用国产部件制造的中空长航式无人机 里面有个重点 国产部件 土耳其的TBR各位都清楚吧 零部件是土耳其造的 软件控制系统和光学设备是美国的 Rodex 912发动机是奥地利的 算是混血 当然 无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 混血就意味着强 所以TBR能辅助海王星炸陈莫斯克好 这也是各国武器研发的普遍模式 不过就俄罗斯在国际上的人员 想混血都没法混 而且国产部件这四个字的水分也很大 这几个字放在美国身上 火力军不会说 但放在俄罗斯身上就有点low了 说好听点就是不受他国限制 说难听点就是性能垃圾 俄罗斯的无人机技术步行 基本上人尽皆知 在研发猎户座无人机之前 俄罗斯只有小型短程无人机 只能用于侦查 比如前哨无人机 有效载荷不超过60公斤 而作为俄罗斯第一个查打一体无人机 猎户座无人机性能如何 可想而知 按照俄罗斯给出的介绍 猎户座无人机的外貌跟MQ-9差不多 大展显比机翼 微型尾翼 以及螺旋桨 外貌相似 但性能相差甚远 最简单的面板数据都差得多 比如翼展 比如载荷 猎户座机身长8米 翼展16.3米 有效载荷200公斤 最大载重1吨 而MQ-9死身无人机 机身长度11米 翼展20米 内部载荷360公斤 一共可以携带1.4吨弹药 这差距不就出来了 连最基础的大小都比不过 重点是猎户座小就算了 速度也比不过MQ-9 MQ-9的巡航速度差不多 每小时313公里 最高可达482公里每小时 作战半径1852公里 而猎户座无人机的巡航速度 只有每小时200公里 完全不够看 二者在动力上的差距有点大 MQ-9的动力系统是一台 TPE-331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在单纯飞行不开任何功能的情况下 最远续航时间超过40小时 妥妥的飞行之王 相比之下猎户座无人机就差的有些多了 其动力系统从一开始就是个坑 苏联时期的战争思维很简单 使劲造大炮 不是有句话叫一切的恐惧都来源于火力不足 只要火力猛 其他都好说 所以苏联并不重视低功率活塞航空发动机的开发 这就导致俄罗斯在这方面也不行 在研发期间还打算改装外国发动机 猎户座试验原型机 用的是奥地利Rodkas914型发动机 后来改为了使用英特兰工程中心开发的APD-115T发动机 功率120马力 这就不用火力军对比了吧 900与120的差距 当然对于无人机而言 除了速度 挂载与雷达也挺重要的 MQ-9无人机有6个挂点 可挂载四枚AGM-114地狱火导弹 两枚GBU-12保时路炸弹 以及230公斤的GBU-38 也可以挂载副油箱和对地指引吊舱 还可以使用电子站吊舱和侦查吊舱 比如在波兰地区的MQ-9 就配备了R-3全波段信号情报ISR功能的吊舱 具备提供超视距信中继和数据共享功能 还可以对来袭导弹进行干扰和预警 而猎户座无人机只有三个挂点 分布于机身和机翼下方 武器方面也还行 可以挂载多种类型的制导弹药 三到六枚精确制导炸弹 或者最多四枚制导导弹 机在吊舱一样能带 但性能如何 火力军不能保证 毕竟俄罗斯无人机领域以及电子系统的落后 是有目共睹的 与欧洲和美国相比 90年代初的解体让俄罗斯倒退了20年 而相比俄军目前的海雕10 前哨等侦查无人机 猎户座已经很不错了 起飞重量一吨 翼展超过16米 载荷跟武器也能说得过去 至于雷达方面 不用想MQ-9更好 MQ-9可以使用天空卫士系统 提供实施情报和指挥控制 美国之前还在这型无人机身上 安装了多光谱瞄准系统 用来追踪弹道导弹 猎户座开飞机也追不上 唯一一个能吹的骚操作 也就是震动出兵系统 俄罗斯在无人机的机翼下 安装了几个电脉冲震荡器 可以使飞机的外壳周期性高频震动 空气和云层中的低温水滴 无法在机身冻结 顺带抖落薄冰 很明显俄罗斯这是为北极地区准备的 相比之前MQ-9就显得极为朴实 不搞这些花活 直接让复合材料和轻质合金材料一起上 凭借结构强度和耐用性在北极玩耍 在其他恶劣环境中执行任务也是小菜一碟 除了动力武器雷达等方面的优势 MQ-9的实战经验 也是猎户座无法企及的存在 毕竟是老将经得起实战考验 MQ-9在2007年就组建了无人机攻击中队 自服役以来在伊拉克包括阿富汗 也门等全球各大热点地区 执行过数千次定点清除行动 在2015年 MQ-9就在中东参加了美军的相关作战行动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MQ-9在中东执行了近千次作战任务 多数情况下精准完成了定点清除 2016年的时候 塔利班最高领导人就被死神无人机所发射的两枚地狱火导弹击中 并当场暴毙 至于猎户座无人机的战场表现 只能用不值一提四个字形容 按照乌克兰的说法 乌军已经击落了四架猎户座无人机 目前俄罗斯用的无人机基本上都是伊朗的 国产无人机很少 猎户座无人机在爆出战场出现损失之后 俄罗斯也不再动用该型无人机进行作战 对于俄军而言 猎户座无人机的稀有度堪比苏武器 而且MQ-9还有一个别的无人机没有的绝活 那就是携带空空导弹 美军为MQ-9配备了AIM-9X响尾蛇导弹 在高空遇到战机时 MQ-9并不是被动挨打 而是可以主动发射空空导弹自卫 最近坠落的那一架MQ-9无人机 估计在机队的定位是侦察 当然MQ-9发射空空导弹不算是创新 而是美军的传统异能 2002年美一局势升级 美国就给MQ-1捕食者配备了毒刺 毒刺装有数据链 可以实现发射后锁定 也可以实现A射B导 所以集成在捕食者身上并不是很难 美国只用了91天 所以美国在后继者MQ-9身上 也装了空空导弹 美军使用MQ-9发射AIM-9X导弹 试射了两次 一次在2017年 第二次在2020年 两次试验都击中了把机 当然无人机使用空空导弹的效果 并不如有人战机 这些远程无人机 一般都是用卫星数据链进行遥控 数据传输有一定延迟 地面操作人员在进行空战的时候 比有人驾驶战斗机反应慢 并且这类无人机用的都是光学转塔 来观测周围 视野较窄 地面操作人员没办法及时发现敌机 无人机和有人战斗机进行空战 是有点吃亏 但是这并不能否认 其携带空空导弹的意义 无人机的奥义就是拿数量堆死对面 反正造价也不贵 随便打 总的来说 猎户座无人机与MQ-9相比 就是个弟弟 也难怪俄罗斯想打捞残骸 万一找到点技术 猎户座就能升级了 不过就最终的结果来看 很明显 俄罗斯的希望已经落空了 除了这些还有一个问题 最近美国通用原子公司还表示 要以一美元的象征性价格 出售给乌克兰两架MQ-9 死神这是要降临乌俄战场了 如果问乌克兰想不想要 答案是肯定的 去年一开战 乌克兰就要求美国给它提供MQ-1捕食者 也就是MQ-9的前辈 美军最早用的查打一体无人机 但美国当时拒绝了 现在直接提议给MQ-9 无论航程还是载弹量都要高很多 那乌克兰当然求之不得 而且这个价格也香啊 英国意大利采购MQ-9A 价格是3000万美元一架 印度则是花了30亿美元 采购30架MQ-9B 虽说B型加装了海洋监视雷达等设备 但印度看到一美元两架的价格 估计要哭晕在厕所 不过通用原子公司的提议中 要求乌克兰自己承担1000万美元的运费 以及每年800万美元的维护费 合情合理 有人送你一辆汽车 总不能还要人家出运费给你送来 每年还去跟人家要保养费吧 对于MQ-9死神入屋这件事 俄罗斯专家已经宣称 体型硕大笨拙的死神 与小型TBR相比 更容易遭到俄防空体系的打击 确实 俄军比伊拉克阿富汗防空能力要强得多 无论是S-400远程防空系统 还是道尔野战防空系统 都能对这种螺旋桨驱动的低速无人机 进行有效打击 问题在于 道尔和山猫局要处于合适的地域 火力军可以明确表示 俄军的防空装备不能覆盖乌克兰东部整个天空 上述系统击落死神也不算容易 只要防空系统一展开 卫星可以轻易发现并锁定它 死神会绕飞 同时MQ-9将接入美国的卫星集群 在获取情报的基础上 可以对此前查明的目标实施突击 不过就是这么一款好用又便宜的飞机 美国空军还打算在2030到2035年退役MQ-9 然后购买它的替代品 火力军这边建议最好还是考虑一下 MQ-9是美国空军最重要的飞机之一 它是空军每小时飞行成本最低的飞机之一 性价比极高 花很少的钱就能具备高端能力 并且MQ-9还有很多新功能 比如广域监视 空中和导弹防御 海上和沿海作业 通信中继 北极地区感知等等 而且增加MQ-9的功能也很简单 也就是家吊舱 无人机本身就是多用途 无论是电子支援还是信号情报 甚至地面和空中移动目标传感等任务 吊舱都能完成 在针对空中和导弹威胁方面 也是MQ-9更香 比如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 使用多架F3524小时空中巡逻的费用 是无人机的12到25倍 单次F35战斗机出动的燃料费用是无人机的30倍 比如防御 2014年的时候 MQ-9就已经参与了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测试 2016年6月 捕食者B无人机就已经成功探测 并跟踪了一枚弹道导弹 改装一下技术放在MQ-9身上也一样 加上空军缺钱的现状 火力军觉得空军最好的选择 是重新规划MQ-9的未来 而不是让它那么早就退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MQ-9还有什么其他用途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可以在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